人情話題來關心 基隆新山水庫40年來首次見底 乾庫的河床嚇壞了民眾 不過水公司趕緊出滅 要民眾不用擔心 水位降低主要是跟整修工程有關 6月前水庫將會回到高水位 不過在新竹就真的出現了缺水窘境 因為久旱不雨 竹北的稻田進入春耕期 但是沒有水可以插秧 讓農民傷後腦筋 干涸的水庫中裸露大片黄土 位於宇都基隆的新山水庫 43年來首度見底 蓄水率不到5% 就怕影響民生用水 民眾好擔心 像這樣水都這麼乾 這樣怎麼看 差不多一遍 大概一二十米而已 水庫都乾乾的 都見底 但是我一想回來的時候 他們一定有計畫的 水庫見底不是因為沒有下雨 水公司跳出來解釋 原來新山水庫管線滲漏 特地趁枯水期前 把水放光進行維修 已經修理完成 然後我們現在在辦 蓄身的作業 預計在五月底之前 我們可以把水庫 蓄身到高水位 要民眾不用擔心 目前降雨量充足 民生用水無魚 預計在六月底前 就會回到高水位 不會重演缺水噩夢 只是另一頭新竹 卻真的發生缺水情形 影響農作 缺水缺而嚴重 連灌溉的 澆菜的水都不夠用 春更時節沒有水灌溉 頭前溪下游的竹北市 無法插秧 恐怕影響下一期的收成 農水庫目前已經設法 調度水資源 採取輪流灌溉應急 也判天降甘霖 讓農民不用再 餵水操心 記得新竹基隆 總統報導